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黄山 黄山市黄山区太平街道 我们住的这个宾馆叫做千红宾馆 这一片是老街区 商业很发达 吃饭购物都很方便 我们住的标间是76块钱 它这里这个门头不显眼 进来是一个老小区吧 有一个平停车很方便 看它的门头一点不显眼 上电梯电梯很小 出电梯我们就是这一间 看它这个枕楼 它这个应该是先装修过了 这个是一个简欧的风格 进来右手边是个卫生间 这种欧式的仿古的淋浴龙头 瓷砖也是地中寒色的吧 卫生间不小 这个是主架 有两个凳子 看街道 购物很方便 对面就有一个灰菜餐厅 但是我们会吃两家 比那个更有名的产品 这个是床 两张一米二的床 布草比较旧了 但是这个整个房间的装修 应该是刚装修不久了 这个房间是76块钱 还算不错的 停车方便 吃饭方便 价格不贵 也还干净 店里面还有一个外卖单 快餐 都很便宜 有一个大茶叶罐 里面茶叶还挺多 这个酒店 还有包院 我看到他那个 街上的明红灯上面写的是 包水电1500块钱 黄山地区70块钱的宾馆 就在我们吃饭的附近 酒店的门头 一点不显眼 看他所在的位置晚上十分的热闹 他的门边上就有蜜雪冰城 这个冰淇淋 新疆的店很好吃的 不知道这里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逛一下街 主驾和他的闺蜜们往这边走了 酒店的位置属于黄山的黄山区这一块这片地方叫做太平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你看他这边各条街包括小巷子里面都是灯火通明的 这一家是糕点店主要是卖鞋帽衣服还有餐饮的店子 餐饮比较多 餐饮都是小餐饮店 出了宾馆左转到了路口再左转 这里有个小广场有新疆羊肉串 还有一排排小木屋都是小吃 小木屋大排档 有12345678910 有11个小木屋排档 新疆羊肉串 新疆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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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